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1月12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直播带货 在聊直播带货之前,咱们先聊一个热点话题 跟着央网网报道 一小汽车冲入体育中心,撞倒多人后逃逸 珠海警方通报 11日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中州分局通报 11月11日19时48分 一辆小汽车在珠海市香州区体育中心 撞倒多名行人后驾车逃逸 警方接警后顺速派员到场处置 并协助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司机伐母已被警方控制 相关调查处置工作正在夹紧进行中 跟着警情通报 司机伐母,男62岁,息字如今 就是这么简明额要 但是网友啊,群众是云里雾里 我查了很多这个新闻呢 报道,都是这么几个字 首先啊,对这种行为啊 不管什么原因 只要是蓄意的 这种危害公共安全 这种驾车啊 横中乱转,乱创的 把秃刀指向无辜群众的 这个都是恐怖行为啊 没有什么好说的 要以最严厉的手段呢 进行惩治 不管他有多大的冤情 这本质上和哈马斯是一样 冤有头,债有主 学一学北京的羊母 那也算一条汉子 所以说第一个 要严厉谴责这种行为啊 不管你是什么冤居 都应该遭到严厉的打击 第二个我想 恐怕是大家更关心的 就是像这样的新闻非常多 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到底这个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么做 没有下文 这么做的影响是什么呢 刺起皮肤 按下葫芦起了瓢 你严厉处理 一会儿出来一起 叫层出不穷啊 所以采取这种误 这种消音 这种冷处理 有助于杜绝这种事情发生吗 我看未必啊 还不如让记者 让媒体跟进 好好的调查调查 到底发生什么了 如何防范治理 这种涉及公共安全的 重大这种行为的发生 如其叫严谈止费吗 不如腹底抽薪啊 你也不找到病根 不找到病因 对症下药 你只是把他抓起来 把他枪毙了 没有用 后面还有人 第三个 咱们一直说 虽然经济形势不太好 大家压力都很大 那么治安会越来越 咱们在直播间啊 在节目里面 反复的说 但是我们也想到 你广东珠海 那是长三角 那是发展的不错的 也出现这样的事情 前不久 北京海淀 也出现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说明 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啊 如果再这么误下去 结果只会越来越糟 现在啊 各地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是警方发一个 最简洁的通告 就完了 不准谈论 不准深究 不准仔细的去调查 我在想啊 每一个这个事件 这个案件的背后 一定是有冤情啊 不可能吃饱了撑的 好日子不过 但是咱们还要强调一下 你有最大的冤情 你不能这么干 深圳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昨天天津 好像又发生一个凶案 这个事情此起彼伏 不仅说明这个社会 力气越来越重 还说明这个社会 某种矛盾呢 恐怕已经到了 非常激化的地步 但是有关方面 还在给你遮掩 还想粉饰太平 那我们只能靠自己啊 提高警惕 少出门 少到了人多的地方 完了 即便没有办法去了 那也得提高警惕啊 这是昨天一个突发的事件 能说的也只有这么多啊 比如他为什么干这事 目前叫密不透风 如果你政府 媒体 你不报道这个真相 那谣言一定是满天飞 这相当于政府 还有喉舌 主动的放弃了 这个阵地 那你谣言 小道消息 就占领这个阵地 就这么简单 你不去报道真相 那就所谓的真相就来了 因为大众需要真相 即便这个真相是谣言 我们今天主要是聊一聊直播带货 因为双十一过去了 关于直播带货啊 大家在晚上讨论比较多 最近啊 这个职业打假人 他说啊 东宇辉不创造价值 他举例子啊 他说东宇辉啊 他不像马斯克那样 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因为东宇辉啊 最近是给人感觉啊 他这个毛头 指东宇辉 眼睛就盯着东宇辉 东宇辉在直播间一举一动 他得要去分析分析 打假 这个东宇辉卖的这个 澳门普及月比 红薯粉条 有机土豆 等七款产品 王海提出质疑 也就是说质疑的频率非常高 感觉他就是盯着东宇辉的 然后网上就有 东宇辉的粉丝啊 丈母娘啊 那就对王海打假的 这个动机提出质疑 说你跟东宇辉是不是 有什么过节啊 东宇辉伤着你了吗 你这么拉着 抓住东宇辉不放 死咬不放 所以在一档节目采访的时候啊 这个王海回应 为何频繁对东宇辉支部间进行打假 东宇辉自从跟日敏湖 东方政权分手以后啊 似乎发展的也不是太顺利 但是他依然是头部顶流啊 流量非常多 大家都关注 所以王海说啊 打假东宇辉 实际上是叫顺其自然 是一定会发生的 为什么呢 他说啊 比如澳门普及 那就是在王海打假小阳哥的时候啊 小阳哥不是什么美成月饼吗 那既然月饼造假 那其他的头部主播卖月饼 会不会也是造假呢 所以就自然联想到 东宇辉带的澳门普及 后面我记得老罗啊 他也是卖澳门普及吧 一把打了 因为王海一直在打假 他是直接打假人 所以有好的粉丝啊 给他投稿 提供线索 那谁的流量大 谁卖的假货多 谁坑的顾客多 那得谁的投诉啊 那就多啊 线索就多啊 王海说啊 你是头部主播 被曝光多了 产品有问题 被欺骗的消费者多 那么被贫乏打假就不作为奇 对于如何看待 东宇辉所创造的价值 王海直言 东宇辉不创造价值 消费的总需求 总量是不会变的 他对社会 对经济的贡献 只是需求转移 和需求转移 说明你没有创造财富 他还表示啊 东宇辉不像马斯克 将电池 汽车壳子 底盘和轮胎 弄到一起 做成了电动汽车 这叫企业家 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然后也有人说 王海 你既然说 东宇辉不创造社会价值 那你王海打假 难道就创造了社会价值吗 所以你看啊 最近我看晚上 也很多人讨论这个 所以我也来谈谈我看法啊 首先一个啊 这个直播带货 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啊 直播带货 现在确实啊 遇到了问题 这今年以来啊 首先是各大头部主播 纷纷叫人设崩塌 比如说小杨哥 什么东北渝 渝姐 他也很多啊 现在是直播电商 至暗时刻 大主播 人人自危 用户信任崩塌 媒体也口诛必伐 整个直播行业 可以说是陷入低迷 总体上啊 直播间的销量数据 出现明显下 根据这个监测机构啊 向记者独家披露数据显示 说某头部直播间 今年一到九月 直播销售额超过十亿元 而去年同期 直播销售额二十亿 也就是下降了一半 另一个今年 频频爆出新闻的直播间 今年一到九月 直播销售额超过二十亿元 而去年同期 直播销售额超过四十亿元 这个直播带货啊 从兴起到繁荣 到今年啊 已经有七八年的直播 直播行业 他也走到了一个 狮子路口 直播行业今天这个地步啊 当然跟他资深有关系 不是媒体 口诛笔伐 也不是用户利息太重 也不是他的黑粉多 也不是网报 跟他自身有关系 难道他卖那个木薯粉 那个以木薯粉 充当红薯粉的粉条 这不是事实吗 梅菜磕肉里面 用的淋巴肉 这都被央视报道了 卖拔盖茅台 这个虚假宣传 被有关部门查办 而且还罚款 这都是事实啊 这不是人栽赃陷害 泼赃水 这也说明啊 这七八年里面 这个直播电商 都是无序发展 但是直播电商 有他的先进性 因为他给消费者 带来的方便便利 对吧 虽然他有那样的问题 就是售假 一次充好 先涨价 本来十块钱东西 他非涨到五十 完了这个打四折 二十卖给你 对吧 家人们 老铁人们 兄弟们 我都是在倒贴啊 我在补贴家人 实际上让你家人多掏一点 但是你不能否认 这直播电商 确实带来了方便 也带来了一些实惠 有很多人呢 把实际经济不行 把建下这些门店呢 凋敝 没有流量 没有客户 全部怪罪到 直播电商和电商 他不知道 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对吧 这些信一下门店 坑蒙拐骗 少了吗 我记得以前 中光村电脑城 那里面就是 坑蒙拐骗的集散地啊 政府管得了吗 愿意管吗 最后他被京东 被电商给取代了 为什么呢 相对来说 人家一方便 二便宜 反正都是删断受骗 你千里迢迢 跑到中光村 电脑城去 送上门让人骗 你在网上 那手机点一点 被人骗 都差不多嘛 好歹你在网上 电商你还节约时间了 都是骗 所以你那个落后的骗 被取代了 没毛病 建下门店 死贵 这个也是事实啊 建下实体店 经营压力大 逐渐消亡 这是符合资深发展规律的 电商的兴起 直播待货的兴起 这也是符合 社会发展规律 王海说啊 直播电商不创造价值 对 他说 董吕辉不创造社会价值 那不就是直播电商 不创造社会价值吗 这个我觉得是 王海啊 他说的有点偏激 就是这个问题 他不应该这么去说 每个人劳动都会创造价值 怎么会不创造价值呢 所以作为职业大甲人 王海 不论这个问题 还是搞错了方向 你只要劳动 他不就创造价值吗 董吕辉啃吭吱吱吱 在那卖货 卖10个亿 20个亿 怎么叫不创造价值 从大的说啊 这是两种业态的竞争 线上和线下的竞争 竞争没有价值吗 那按这个说法 马斯克搞个特斯拉出来 那比亚迪搞个什么 汽车出来 那没价值啊 你让马斯克一个人卖 不就完了吗 需求就那么多 全社会一年 就是2000万台电动车 一个厂商生产不就完了吗 你为什么还卷呢 大家想一下这道理 比较浅显啊 这个说法不对 董吕辉在直播间里 框枝框枝卖 卖100亿 就是在创造价值 但是王海从社会总量来看 他说你没有创造更多的量 你就没有增量出来 没有创造新的需求 那这个说法也不对 那马斯克举例子也不对 那马斯克他也没有创造出 增量需求出来 因为整个社会需要的电动车 它是有限的 东友会啊 某种程度上 他提高了这种效率 商业就是这样啊 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节约成本利润 他可以燃利一个消费者 当然在直播电商 石操中路走偏了 开始以刺冲好 卖假货 这是另外一回事 咱们不能啊 因夜费时 你不能倒西胶水啊 倒西胶水 把孩子一把倒出去 这个是不对的 王海打假 从线下打到线上 充分说明线下 他也有假呀 不是说线下卖的都是真的 那线下假更多啊 所以我认为啊 董吕辉 实际上他在创造价值 实际上电商啊 只要把它整顿好了 加以约束和监督 这种假货 这种以刺冲好 要严厉打击欺诈行为 欺诈消费者 也要严厉打击 电商和直播带货 都是值得提倡的 某种程度上 你线下实体店的消亡 跟电商关系不大 是你自己不能适应新的形式 你以前作恶多端 造的你也太多啊 你已经失去口碑 群众 消费者拿脚投票 这是咎由自取 赖不得直播带货 也赖不得电商 但是不代表说电商 就是我美无瑕 直播带货就是要领先 不是这样的 相反 更要对他精英 监管监督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事实上电商直播带货 也是泛滥 假货太多 消费者的权益 也是很难得到保障 所以啊 你要说 动物会不创造价值 电商直播 都不创造价值 这个不对的 但是网友说 王海打假 也不创造价值 那这也不对 这个就更容易发现啊 王海打假 虽然不直接创造社会价值 但是啊 他就像一个捉目鸟样的 把这个蛀虫给你捉掉 是有利于整个行业发展的 你先不要说他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如果大家都忌惮王海 或者忌惮职业大假人 害怕被职业大假人盯上 那他要做的是什么呢 他应该是避免自己受假 以刺虫好 他努力提高自己的产品的品质 他严格的选品 严格的把关 要对得起他的家人 他的老铁 他的朋友 王海的存在 实际上是有利于直播电商的发展 直播带货 电商 相反啊 就王海这人少了 王海这人 职业大假人应该越多越好 天天就盯着你 这就是监督啊 所以那些说王海不创造价值的 这些人那才叫坏 那不是认知问题 那是坏的问题 王海说 东友会不创造价值 那属于一种认知问题啊 所以我说王海 讨论谁是谁不创造价值 这个说法不对 不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说问题 王海应该从哪个角度说问题呢 正因为东友会 他创造的价值大 所以更应该要监督 他能量大 他一旦走偏了 社会危害性更大 所以更需要 千千万万个王海去盯着他 你一个小主播 一天卖不了一万块钱呢 一年卖不了几万块钱东西 你盯着他 行业也不大 正因为东友会 他能量大 他的销售高 他的粉丝多 所以更需要 更多的人去盯着他 现在有种种原因 导致支不带货 现在走下不路 我想啊 这是一个行业 发展到一定地步 是一个必然现象 也就是每个行业都这样 先是粗放式发展 为什么叫粗放式发展 因为今天事务啊 咱们的监管是跟不上的 法律的还没有呢 这个行政法规啊 规范都没有 行业自律也没有 所以他刚开始 一定是粗放式发展 野蛮生产 但是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他这矛盾越来越多 矛盾越来越激化 政府也摸到了这些规律 开始出台一些法律法规 也出台一些什么 新行业规范 甚至有些行业还搞自律 慢慢的他会相对 进入一个规范发展 那这个时候 往往表现出就是下降 这是一种治理整顿的 这行业 一旦这行业整顿完成 他又涅槃重生 会迎来新的发展 但是你以前的一搞法 任何行业都这样 你想想啊 移动互联网初期 那发展才叫野蛮 咱是过来人的 2003年 中国移动搞移动梦网 实际上就是 移动互联网的前身 学的就是日本的刀克蒙 叫梦网计划 从那天开始 就像咱们老是挂在嘴上的 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怎么发展的 叫跑马圈地 那不叫野蛮吗 扩张 用大炮 敲开这个什么印度啊 中国大门 我们的很多行业发展 跟这个也类似 跑马圈地 初期是野蛮 但是它发展的发展的 慢慢的就规范了 你看现在移动互联网 发展的就相对规范 我也只能说相对啊 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不代表它没毛病 那直播待货也一样 它发展这七八年 你回头看看 那恐怕是各种不规范 各种坑蒙拐骗都在里面 那现在它就进入了 一个规范期 就是治理整顿 以小羊哥被罚 以东方余姐 还有很多啊 我记得 三年前 三年前被罚的都是因为偷税漏税 电商带货 把头部主播一罚之后 后面偷税漏税的少了 但是那些以次充好 产品质量问题 坑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依然存在 那这次治理呢 主要是治理这种 叫虚假宣传 以次充好 坑害消费者利益 你看 头部主播 小羊哥被罚 还有很多啊 恐怕这个也在路上 经过一波又一波的治理 这个直播待货 它会进入一个健康良性发展 它就建立起很多规范 所以总体上 我对直播待货是非常支持的 对这个产业啊 我本人是不会直播待货的 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 既要产品好 又要产品便宜 完了我还能赚钱 我觉得这种 我没办法满足 但是不代表我不看好这个产业 这个直播待货行业 它毕竟给消费者 带来了很多便利 反过来说啊 是不是限压实体店 必须逗逗关门 一个都活不下去了呢 不是的 你得顺应潮流 你得变化 像以前那样 找个位置好的店面 一装修 然后就能赚钱 躺着赚钱 这种时代一去不复法 你得去研究消费者 你得研究这些 数量越来越少的 这些关键的人关键 到底为什么到你店里去 你能给他提供什么 你不与时俱进 你就被淘汰 像过去那样的 找个好的位置的店 你就能坐在那吃两袋 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所有的店都关门了呢 不是的 依然有些店开的 还是如火如荼的 所以粗放是经营 这个时代过去了 你得精益求精 对直播待货来说 流量见顶 这是必然的 实际上一旦治理 整个规范以后啊 这个直播待货的神话 就会越来越少 那些草莽英雄 一夜爆火 首先是会越来越少 第二个 你就是一夜爆火了 你想变现 也没那么容易 这个赛道竞争 是越来越激烈 因为已经透明了 大家都玩明白了 还有那么人盯着你 所以电商 直播待货 越来越卷 高速增长的那个时期 也就过去了 我是希望 王海镇的人 越来越多 王海镇的人越来越多 你别管他是什么目的 有的时候他是为自己引流 有的时候是想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有的时候他想多赚钱 他不要紧 他只要依法合规的监督 搭假 这个就是在进步 有这样的人存在 实际上是社会在进步 不是在退步 你不要从动机上质疑他 你说他搭假 就是为了自己赚钱 那不赚钱 凭什么搭假 都要做公益是吗 他只要是依法合规 如果他乱来 那就是敲诈勒索 把他抓起来 所以说啊 王海搭假 非常有价值 某种承担是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 在向好的方向变化 那东吕辉直播带货呢 也有价值 他至少是提高了效率 提高了商品流通啊 效率 对渠道是一个变革 有很多人有错误认识 认为直播带货 造负了就那么几个人 不是这样子 直播带货是的 让东吕辉负了 让这个东方政选也负了 赚了钱 这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这就叫市场经济啊 我们要批评 东方政选啊 东吕辉 这种直播带货 口口声声是会农 住农 最后也没看见 哪个农民负了 都是他们负了 但是这个顶多也算 叫不诚信嘛 叫应用了你的善良 我们批评这种行为啊 但是他毕竟他也没办法呀 他市场经济 说负了那么几个人 确实啊 直播带货有财富聚集的效应 但是他也提供了 大量的工作岗位 如果没有直播带货 那这个物流快递 能有那么发达吗 你要知道 从广东到北京 现在有的时候 都能做到单日达 你单天下单 单天送到 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很难做得到 你除非是军事部门 你说民用的 能做到单日达 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个只有中国能做得到 那这个怎么发展的 不就是大量的电商吗 物流这么快 广州到北京的专机 两小时 一小时一班 没毛病啊 拉这个快递 他还带动物流行业 他还带动供应链 他还带动他自己呀 那直播间 东吕徽直播间 怎么这三四百人呢 吕徽同行 你以为他也是一个人呢 这三四百人就业 这个岗位 他这三四百人就业岗位 虽然比传统的商业 好像人少一点 但是人家这个岗位 工资高啊 你传统的单场 是能解决就业多 但是你那三千多一个月 这柜台的柜节 或者是什么卖货的 他那个岗位是少一点 但是人家各种社保 医保保障 工资也不低呀 所以不要看着 东吕徽一个人赚钱眼红 这是不对的 这个社会需要有人赚钱 他赚了钱 好多人才会学习他 才会成为动力榜样 如果东吕徽这么玩命 被人骂 或者一年下来 挣不到几十万 你谁还愿意去干呢 这不是有病吗 他挣了钱 知道他交了税 他是合法的 应该学习 我们批评东吕徽 贵批评 说他装腔做事啊 没有文化 硬充有文化等等 这个是不是批评 不代表全面否定他 当然了 他要带假货 一次充好 该翻车 该拿脚投票 所以我相信啊 经过治理 整顿 电商行业 直播带货行业 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指的是对消费者 也有保障 对整个行业来说呢 也是健康良心发展 而且直播带货 电商行业 更能运出经济的冷暖 因为他反应很快啊 当天卖 卖不掉 马上就知道这东西贵了 消费降级了 这万下降 你传统的行业做不到啊 传统的行业 等你把货扑下去 这一个月才搞得清楚 是 那个时候再给工厂 下订单改 你看都是慢一步 这个直播带货啊 当天晚上他就会改 第二天给工厂 下订单 要求他就变了 他会更敏感 更能适应消费降级 对消费者来说啊 经济形势越不好 赚钱越难 我们越需要直播电商 越需要电商 越需要带货 越需要拼多 这样你才能很方便的 高效的 货币三家 往那边买一个 当然了 也可能你会上当 反正你去实体店 也会上当 如果同样都是上当啊 我是宁愿在网上上当 因为节约时间呢 我花了半天时间 到一个上场去 买了个假货回来 我在网上花了20分钟 买了个假货 那还是在网上 这个对你的损害小啊 关键的关键啊 是同样上当受骗 那你在网上买东西 天下买东西 那遇到的风险是不一样 在网上 你总不是遇到 开车乱撞的 拿刀乱砍的 你不会遇到这种 治安事件呢 你这个危险 是不是小得多 经济越不好 这种极端事件就越多 所以没事 尽量少去商场 去这些人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更离不开 直播带货 更离不开电商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观看